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勾这一款非常有特色的帽子 这个其实是一个儿童款 我把它勾成了成人款 勾儿童款我们换一种细一点的线 或者喜欢用这个线的 可以少勾几个花形 起针我们这个是12针一个花样 12针一个花样 那么你如果是勾的小孩子戴 可以根据个人的头位 因为我们是从下往上织的 起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头上试一下 就知道勾多大 我们这个花样是12针一个花样 大家就按照这个针手去给它起针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学习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勾 我们先这样给它打一个活结 然后我们勾辫子针 这样子的小辫子 这是两个小辫子 三个 我们一共勾96个小辫子 好 我们96个辫子勾好以后 这样给它捋平整 然后我们和第一针给它引拔连接 这样给它围起来 在第一针这里我们是穿两根线 引拔 这样子给它连接 好 后面这个线头 我们后面给它压着走 我们现在一个起地针 我们还在引拔的这个针目 给它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比较简单 我们就在每一个针目上 给它勾一个短针 新手的话在第一针做一个记号扣 然后我们每一个针目 就这样给它勾一个短针出来 都这样给它调两根线 穿两根线 看这不是小辫子吗 我们这样穿过去穿两根线 我们就这么给它勾一圈短针 好 我们把所有的短针都勾好以后 我们和这里的第一针引拔连接 好 现在我们开始勾花样 我们先勾七个小辫子 三 四 五 六 七个 七个小辫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针上这样绕线 绕五次 这是两次 三 四 五 绕五次 然后下面我们使这个是引拔的针目不算 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始数 一 二 三 四 在第四个针目这里入针 我们把线勾出来这样 两个两个的线圈这样给它放 这样两个都是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这样放 好 现在一次性勾过来 我们又绕五次 三 四 五 好 我们再勾两个 再下一个针目勾一个 再下一个针目勾一个 一共勾三个五卷长针 还是这么勾 我们这里三个就勾好了 勾好以后 我们现在这边还要勾三个 我们还是绕五次线 二 三 四 五 好 绕五次我们把这个这样 我们在这里前面勾 在第一针这里 在第一针这里 我们还是勾五卷长针 看 这一个 这两个 这三个 我们这么勾 三 四 五 这里勾的时候慢一点就行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 五 好 一次穿过来 好 这里我们还要勾一个 大家看 这就勾好了 勾好以后我们接着下一个画形 我们还是五次 三 四 五 然后我们还是往前面数 一 二 三 四 第四针开始 我们还是勾三个 勾三个五卷长针 和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 然后两个 三个 三个勾好以后 现在我们还要勾三针 那之前大家看 第一组花样 我们是在前面入了针 那这一组的话 我们要在后面入针了 三 四 五 后面我们就是这样 翻过来 我们是在这边入针 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后面入针了 好 还是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三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五卷长针 咱们勾好一个 我们还是勾三个 我们只是换到了这后面来入针了 就不是前面入针 后面的话大家一定要把周末看好 不要勾错了 把这三个勾好 咱们后面的三个勾好以后 整个花形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十二针一组 花形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重复了 重复就是第一个花样的勾法 勾好这个再重复这个 勾法是一样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我们五个还是 控一 二 三 在第四个针目入针 我们勾一个五卷长针 勾好以后下个针目 我们这里勾三个 这里第二个这是第三个 也就是和第一针这里是一样的 我们先勾好三个五卷长针 三个勾好了 勾好以后就是和第一个这里一样 我们是从前面入针 然后我们勾第二个的时候 我们是在后面入针 只是入针的位置不同 勾法完全相同的 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来勾就行 你看现在我们第一个花样 我们是从前面入针 就这么一直给它勾 勾到尾 好 大家就自己勾了 给它勾到这边 勾到最后一针 因为我们这个最后一针 要和这边再勾一个 好 这里大家看这一圈勾到头 也就是这个上面的第三针 我们是勾在这里的 七辫子下来这个针目的 七辫子这个针目里面同时勾的 那勾好以后是 大家看一下花形是这样子的 像一个八字 这里一组 这里一组 然后这个又是一组 就是这样的 那好 勾好以后 现在我们引拔 我们引拔是在七辫子 我们不是起立了七辫子吗 我们在第七针辫子 第七个辫子这里引拔连接 好 连接好以后 这一圈我们勾短针 我们一个起立针 还在这里 勾一个短针 然后就是一对一的勾短针 在每一个针目上面 都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比较简单 全部勾短针就行 给它勾到尾 我们这一圈的短针勾到最后 勾到最后 我们和第一针这里 给它引拔连接 好 现在我们又接着重复 勾花样 1234567 还是七个辫子 还是绕五次线 然后1234 在第四针开始入针 还是从这里开始 我们先勾好三个五卷长针 这一次的花席 我们和上一圈又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先勾好三个 好 我们三个勾好以后 看一下 上一圈 我们第一个花样是 也就是这个花样 我们是先勾的外面 那我们第二行 我们是要先从里面开始勾 也就是把这两个花的位置 给它换了一下 我们就先勾里面的 我们这样 先这样勾 还是三个 还是勾三针 好 大家看 后面的三个勾好以后 就是这样的 这个花形和这个花形 就是一样的 也就是把它两个位置换了一下 那后面我们还是一样的 空三针 123 在第四针开始勾 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后面这个花形 就要和前面这个一样了 把这个三个勾好以后 我们是从前面入针 好 大家先勾 好 我们看 这个是第二个花样 勾好就是这样的 咱们第一排是八字形这样的 第二排我们是这样往上的 往上分开的 也就是和它相反的 我们第二排花样 是把这个花样换到第一个 然后这两个给它换了一下 就这样交叉型的 这样大家勾的时候 应该都能明白的 也挺简单的 那勾好以后 大家又按照第一个花样 这样重复 这是第二排花样 然后第三排就重复 第一排的花样 第四排就重复 第二排的花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总共 勾六排 六排花样 我们第一排 一三五是一样的 按照这个来 二四六呢 就按照这个第二行的花样来 我们就这么一直往下勾 勾六行 我们这一排的花样勾完以后 同样的要重复 这个短针这一行的勾法 我们引拔完之后 勾一圈的短针 然后再开始勾花样 重复这两行的方法 就可以了 我们就冒生的位置 大家就一直往下勾 给它勾六行以后 我们再来接着往下讲 这个帽生是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行 当然这个一定就是根据 个人的情况来勾 勾多少圈都可以 然后我们勾完最后一行 这里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帽顶 全部给它收在一起 我们收的话 先拿缝合针穿一根线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 这里勾一个短针之后 这个不能够短针了 我们就直接这样 有一个线圈在这引拔过来 不是有一个线圈吗 然后我们再一二 控两针 在第三针这样把线勾出来 这样子啊 然后呢又控 一二 在第三针把线圈勾出来 就这样 一二三啊 三针 一个 这个其实也没固定说 一定是隔两针啊 根据情况来 就这样把线圈 全部给它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呢 我们拿这个缝合针 这样子全部给它穿起来 到时候呢 我们把它全部收在一起啊 全部给它收在一起 大家就这么穿啊 把这一行给它穿完 都是控两针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这样勾出来 控两针又穿出来啊 然后给它穿在一根线上啊 好 我们正面这里给它弄好以后呢 把这个线头啊 给它弄到反面来 然后呢 全部这样给它拉紧啊 包括这个勾的这根线也可以断了 然后给它拉紧 拉紧给它打一个死结啊 把它就是弄紧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这个孔 没关系啊 这地方呢 我们给它勾一个装饰在这里啊 大家就先把这里弄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勾它的装饰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勾装饰 这个呢 是放在头顶的啊 也就是帽顶上的那一个 然后呢 现在教大家怎么勾啊 这个呢 和花朵的装饰里面呢 一样的勾法啊 就一直这么在手上 给它绕几圈啊 随便绕几圈都可以的 好 我们把线勾出来 就一直在里面勾短针 这个呢 就是一直勾短针 勾到这个洞眼不大的时候就可以了 就可以断线了 那如果是勾 嗯 花朵呢 我们就勾15个短针 就一直循环勾 15个短针就行啊 就这么一直给它勾 勾到头啊 勾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勾一圈 15针的短针 都是在这个洞里勾啊 好15个短针勾好啊 也不一定要15个 大家就是看着勾吧 然后呢 我们这样给它引拔 引拔好之后 1234 现在我们打网格啊 我们空两个网 空两个 空两针末 在下一针 第三针 一个短针 或者一个锁针都可以啊 1234 然后又空两针 一个锁针 一共呢 勾出来有五个网格就行啊 因为我们这个呢 是五个花瓣 好 我们这里呢 五个网格勾好以后呢 我们在第一针这里啊 给它引拔 引拔啊 引拔好之后呢 我们是在这个网格里面引拔啊 在这网格里面引拔 我们开始勾花瓣啊 现在呢 我开始教大家勾这个花瓣啊 因为我前面呢已经勾好三个了 那这个花瓣呢 我们可以勾五个也可以勾六个 若是勾六个花瓣呢 我们在勾网格的时候就要多勾一个啊 都可以的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怎么样勾花瓣 我们先把线引拔到这个线圈里面来 然后我们起立三个辫子针 好 大家看清楚啊 我们在第二个这里面挑线出来 下一个针目挑线出来 回到网格挑一下啊 现在有四个线圈 我们就两针一放 两针一放 两针一放 这样子我们勾好第一圈 第二圈我们加针就加一个辫子啊 现在我们回来 大家看这里有一根线啊 挑起来 第二根线挑起来 第三根线挑起来 好 每次都要在网格里面勾一针啊 现在就是有五个线圈 我们这样 两针一放 两针一放啊 好 这是第二排的花 第三排我们还要加一针 再勾一个辫子 我们还是回来先挑这根线 这上面呢 有一根线是非常明显的啊 好 我们回到这个大洞里 现在呢 是有六个线圈了啊 好 还是两针一放 两针一放的啊 给它放过 放完 放完以后呢 我们这是割完三排以后呢 下一行我们就开始给它剪针啊 剪针呢 我们还是这样 先勾一个辫子 主要是我们为了勾出有这个花尖尖的这个 才勾到这一辫子啊 然后我们挑第一针这里 我们把线勾出来 然后这样给它引拔过来 这样子它就有一个尖尖啊 好 我们现在就调第二根线啊 调第二根线 把线勾出来 一 二 三 四 好 这个里面勾一个 这里还是六个套啊 然后两针一放 两针一放这样子啊 好 下一圈呢 我们还是剪针 那我们这一针就不勾了 我们在下一针这个地方 勾线啊 在第二个线圈开始勾线出来 看啊 现在就是五个线圈 刚才是六个啊 好 接着呢 我们还得剪啊 还得剪 我们还是一样的 少勾一个啊 在下一个开始 两个 现在是四个线圈了 好 我们这里剪的就差不多了啊 剪完以后呢 我们现在 挑这一根线 这样给它引拔 好 下一根线 引拔 再到这个空里引拔 好 我们这个花瓣呢 就勾好了啊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勾 勾好以后 给它整理一下就行啊 我们再引拔到下一个花瓣里面 再把线勾出来 再把线勾出来 然后呢 又是三辫子 然后就开始重复这个花瓣的勾法啊 我们勾好以后呢 下面第一排这里 这几根线比较明显啊 224 6 是有六个线啊 六根 这个比较明显的 好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一直往下勾啊 好 我们这个花朵呢 勾好以后呢 先放到一边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起针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这样把这个里面这个 就这样给它折起来 给它折几行啊 然后我们给它缝合一下 缝合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花朵 给它安装上去啊 123 我是缝了有三行啊 就属这个花的话 三行 这个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啊 就这样 我们就给它穿起来啊 给它缝起来 给它这样把它收一下 也就是把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给它收起来 大家先自己收啊 我这不太好弄啊 收起来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花 这样给它缝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是有装饰了啊 就这么给它缝 其实如果大家不喜欢这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不用的啊 也就是说 这个帽子完成以后呢 在那个头 就是帽顶这里 这个就是里面的花心啊 这个花心 这样给它缝 缝在这里的 如果不喜欢这样的呢 我们自己做一个 那个小的毛球 给它放在上面也可以啊 那个就还要简单一点啊 喜欢这种风格的帽子呢 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啊 把这里先缝好以后 把花朵给它缝在这里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去操作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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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